今日起到本月的20号 南京南站要对进京旅客实施二次安检 所以提醒各位去南京南站最好早点去了 南京南站原来实行免票进入后车大厅 现在已经要求所有旅客必须持票和身份证才能进入 同时安检力度也在加大 很多携带剪刀菜刀锤子的旅客被安检出拦了下来 黄先生告诉记者他搞装修 刀片不值钱放弃无所谓 但是一把锤子要十块钱 他实在舍不得丢弃 安检出建议黄先生将锤子临时交给车站保管 过几天回到南京的时候再拿走 黄先生花了两分钟时间办妥了免费保管手续 南京南站一共布置了两道安检官 一道位于后车大厅门口 还有一道安检官设在后车大厅内 为了加强对进京旅客的安检力度 车站将后车大厅六到十号检票区域围了起来 辟为进京旅客二次安检专用后车区 旅客必须排队再次通过安检仪的检查才能入内 从现场检查情况来看 旅客通过后车大厅第二道安检 耗费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南京南站介绍 本次加强安检将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二十号 在此期间 进京旅客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进入后车大厅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